字幕志愿者 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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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來到《跨石歌普》 我是李福 今天我們來了解 兩種白葡萄酒 對面各種不同的葡萄酒 人們常常不知做錯 如果這麼多酒 在賣之前 你完全不知道 從哪兒開始 今天 我們就來了解 幾個主要的葡萄品種 和它們的主要特點 從中找到 一些 關鍵字 來幫助你記憶 今天我們來品嚐兩種白葡萄酒 葡萄品樂 葡萄品樂和 葡萄品樂 都來自於 新西蘭的馬爾波羅 我們先來品嚐 黑品樂 我倒一點酒 我倒一點酒 搖一搖杯子 然後問一下 哇 有檸檬和 桃子 桃子的香味 現在我嚐一下 現在我嚐一下 很清爽 檸檸檬和 桃子還是很 明顯 也有一天 也有一天的 新鮮的 香味 我說的 清爽字的是 唱過以後 覆蓋在你口裡 有一種 媽媽的感覺 它顯示的是 酸度水平 黑品樂的 酸度 通常 很高 所以 你看到 黑品樂的時候 你注意的 關鍵字 就是 明濃 和 酸度 現在 我們輪到 長生色了 我 先 倒一點酒 搖一搖杯子 然後 問一下 這是 不同的水果味 這是 綠色的水果 比如 蘋果 和 栗子 還有 還有 淡淡的 草本 植物 上課 現在 我 嚐一下 我 會品樂 中一點 沒有那麼多 酸度 它 仍然很 皮鹹 蘋果 和 栗子的 香味 還在 而且 有 有 一點的 清澆的 香味 成 上次的 最 有趣的 特點 是 草本 植物 和 清澆的 香味 它 仍然 很 郭味 豐富的 葡萄酒 但是 腰草的 特點 讓它 風味 變得 複雜 和 有趣 所以 你看到 長雙色的 的時候 就是 上到 蘋果 和 腰草 好 這兩款酒 都很好 搭配 食物 比如 小點心 辣菜 沙拉 海鮮 都可以 單獨喝 也非常 棒 好了 我 希望 你們 喜歡 今天的節目 這兩款酒 都在 跨石哥普的 網點裡 趕快去 找到 他們吧 請 跟你們的 朋友一起 分享 這個節目 留言 告訴我們 你們的 想法 如果 有 任何疑問 請 發 短信 或者 連結 我們的 微博 聯繫 方式 請看 屏幕 謝謝收看 我們 下次 再見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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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